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6月8日 今天是星期六 時間也來到 農曆年的五月初二 今年是甲晨年農年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說說 全城 關注的話題 就是 就是 可伯和何太的公屋 的延伸問題 因為近日 房屋處長 出來 接受訪問 剛好竟然被問到 這個 是何生何太 到底 有沒有權 住這個公屋 立即引起全城關注 就是 這個公屋 的懷疑 庫戶問題 最新的消息 是接下來 可能足足有3萬戶公屋居民 可能 是 被收回單位的 真的可以說 現在 是開始大搞人民鬥人民的 這一節我們繼續詳細講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就是這麽簡單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我們也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由於近日YouTube的經營困難 亦都被YouTube的打壓實在太嚴重 再加上適逢 時代革命五周年 我們也打算推出 專輯的系列 放在 Patreon頻道 所以希望大家 可以的 盡量訂閱 如果真的不行 亦都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我們的專輯 部分內容 我們會再簡選 之後 在過了一段長時間 可能是幾個月之後 會重新 用特輯的方式 再上載到YouTube 敬請到時各位記得留意 做得這麽詳細的回顧 其實我當然想多些聽眾 是知道的內容 不過我們一定 是要 有專輯的節目 在Patreon頻道裏面提供 因為這個是我們 本台 作為一個媒體的收費部分 敬請各位 盡量支持 我們也會再視乎情況 再推出不同的特輯 我們回來研究在公屋 的問題 最新一輪 就是說房署 在上一輪 發了要求公屋住戶申報資產 上一輪收到22萬份 公屋申報表 說還有3萬份 公屋居民 還未交回 申報表 房屋處處長 羅屬佩 出來說 持交申報表的公屋住戶 已經落入了 房署 的雷達裏面 你說多恐怖 現在 公屋居民就是成為了 香港政府 批鬥的對象 有些人可能會說 公屋應該留給有需要的人 理論上 是一個正常的社會 一個健全的政府 有民意代表的政府 理論上 公營房屋的確 是應該留給有需要的人 但是我們大家其實很清楚 其實今天那個公屋 打擊 本地的居民 實際上把公屋 騰回來 是用來給新移民的 根本就是香港 人口清洗計劃的一部分 所以 不好意思 雖然我理論上同意 公共資源應該留給有需要的人 但是實際上由於 香港是一個 非常之畸形的社會 政權也不受任何制約 所以 我根本現在是不可能同意 打擊公屋住戶 的政策 是對社會有任何 善意存在的 政府 只有惡意 所以我認為 你在這個時候 大放缺詞 講關於怎樣有公屋付戶 在一個根本不公平的社會 整個政治制度畸形 有既得利益者 又有獨裁者的地方 你在一個有獨裁者的地方 有權貴的地方 追求基層市民 的所謂平等 這個根本就不是追求 這個 根本是成為了獨裁者 批鬥人民轉移視線 的一個逃擊 搞這種鬥爭根本就是共產黨最擅長的鬥爭 我們看到 香港不少的媒體 經常假裝為基層請命 但是就是追擊 基層市民 經常說 香港有富戶 我就算 真的當 公屋居民是有富戶 其實 最多的富戶 就是來自中國大陸 他們在大陸收藏了物業 然後 在香港 可以住公屋 這些就是富戶 香港那些所謂富戶 根本就不是什麼富戶 只不過 是因為不用供樓 消費能力變強 有些人 可能玩車 珠寶首飾 過著 生活好像很富裕的生活 有份報章 最喜歡追擊 就是說公屋停車場 拍著很多靚車 例如 Tesla 本田C-wik Type R 我們看看房署 最新的說法 他說現在 持交 新報表的公屋用戶 已經 跌入了雷達偵測範圍 下個星期會再發信件 要求這些 申報者必須要在 限期之內 交回 這個申報表 如果不交的話 就會 考慮終止租約 以及收回公屋單位 房署 更加出來說 說有留意到有公屋居民 是刻意迴避交表的 不排除有人 企圖要拼拼拼拼 房署已經做好準備了 要嚴懲這些公屋居民 以我所知 房署 不是近年才開始 近年不斷地 打壓公屋居民 然後騰出了 公屋單位 然後淪為 新移民 這些是獵物的 整個香港社會 就是在 中國大陸的殖民政策之下 進行的 根本 香港你搞群眾鬥群眾 基層鬥基層 一點都跟社會公義沒有關係 香港有大量的財富分配不均 商家 大地產商每年拿的 有財政盈餘的時候 他們拿的退稅 是你普通基層市民 的100倍都不知道 其實歸根夠底 就是因為 香港整個政府 不用 對人民負責任 所以 根本你說 福利要重新分配 其實坦白說 跟 跟在搞 垃圾徵費其實差不多 香港政府也是滿口仁義道德 跟你說 為了環保 為了大家好 用者自負 所以要徵費 其實是如出一切的 即是說 搞對付公屋基層市民 其實 也是美其鳴 為了大家好 其實 也是把權力集中在政府手上 然後出來對你開刀 還要叫其他人 出來拍手掌 好啦 在香港其實今天 其實真的所有的人 是活得非常無尊嚴的 再加上現在經濟環境不好 其實我也蠻難想像 在一個如此壓迫的環境 到底 怎樣生存 即是說生存 實在相當困難 我當然也知道 其實有很多 在香港想離開的人 也沒有條件離開 我真的給不到意見 因為這個世界 沒有人說 什麼時候的條件是充分 所以我們經常叫大家 你要考慮那個問題 就是到底你覺得 那個是移民 尋求美好生活 還是一個逃亡 逃亡 的代價 是可以很大 你也要做的 所以 其實你如果搞清楚 到底你覺得 這種政治的壓迫 是逃亡 還是你 要享受好的生活 要移民 那個 心態 基本上已經決定了 你可以承受 是多少 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詳細談談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